这两天有个大新闻 坎爷和阿迪达斯闹掰了 阿迪宣布将要停产椰子鞋 这下坎爷损失可太大了 这几年他靠着椰子鞋 赚到了60亿美金的身价 不仅成为黑人首富 还要竞选美国总统 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 他的商业思维 第一步用具体的流量带货 坎爷呢从小就是一个邪教成员 他特别的喜欢AG 哪怕后来他跟阿迪达斯合作 还是经常要穿AG 真的是身在阿迪心在沟 直接把阿迪气得半死 一开始呢 坎爷是和一个日本潮牌一起做鞋的 为了更好到有时尚感 坎爷还去Fendi做了时尚实习生 每个月拿500块钱的工资 终于他和耐克搭上了线 开始合作 坎爷非常懂得为自己的新品造势 他经常穿着没有发售的鞋子 参加活动来勾起大家的悬念 无论是维米大秀 还是和科比拍广告 还是格拉美演出 他都要穿着自己的新鞋 久而久之呢 大家都对这个鞋子产生了兴趣 只要他亮相 就可以给鞋子带流量 第二步 发动明星带货 自己带货呢 影响力总是有限的 于是呢 坎爷把椰子鞋 送给了娱乐圈的好友们 朋友们收到了 肯定要卖个面子穿一下 然后狗仔再拍一下 这热度不就上来了 当你看到 你的idol都穿了这双鞋 你能不心动吗 特别是卡莱山一家啊 简直就是椰子鞋 免费的行动广告啊 这个明星策略呢 现在还延续 甚至呢还会送给奥马 这种政界人物 第三步 饥饿营销 椰子鞋可以说是把饥饿营销 玩的溜溜的 到期呢 鞋子性量发售 在二手市场上 炒出了很高的价格 当一个商品 开始搞饥饿营销的时候 它就成为了一种 社会心理正同 你看 别人都没有的东西 我有 我好厉害 牛白 2014年 耐克推出了一个 特殊版本的鞋子 红色十月 这个鞋子被炒到很高的价格 明星都在求这个鞋子 贝克汉姆的儿子 想买这双鞋 都得走后门 我是不是想歪了 这种截图 一传出来 就是最好的广告啊 饥饿营销 已经很拿捏人了 现在明星都饥饿了 就更想要了 第四步 转战阿迪达斯 耐克总喜欢饥饿销售 而坎爷的梦想呢 是让全世界所有人 都穿上椰子 那坎爷应该和 莆田合作啊 吃椰子鸡 穿椰子鞋 你敢信坎爷 在耐克 竟然拿死工资吗 我不知道 我月薪一千吧 每天笑哈哈 耐克完全把坎爷 当打工仔 椰子鞋卖的再多 跟他也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呢 阿迪的CEO 亲自给坎爷 打了个电话说 坎爷你放心飞 阿迪我永相随 耐克会让你伤心 我不会 你不是想自由地 设计椰子吗 我给你成立工作室 让所有人 都穿上椰子 这一下子 就把坎爷给说服了 在2013年 坎爷加入了阿迪 在坎爷 转战了阿迪后 他对耐克 那叫一个恨 还专门写了首歌 来diss人家 阿迪专门给椰子系列 造了一条生产线 承诺不干涉他的设计 更重要的是 阿迪还承诺 15%的版权分成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因为AJ才给乔丹 5%的分成 慢慢的 椰子鞋也脱离了饥饿营销的模式 特别是2016年 椰子350二代发布 这个系列 三年多 出了30多种配色 几乎每换一个配色 就可以薅走一波 跟现在苹果配色换在一样 在过去的2021年 椰子鞋的销售额 高达21亿美金 坎爷也因此分到了 1.9亿美元 10个多亿朋友们 太有钱了 一般般嘛 第五读 吃瓜是流量 坎爷深暗 网民的心态 网民最喜欢看什么呢 吃瓜 吃瓜 不是 是吃瓜 网友喜欢看吃瓜 坎爷就把自己和品牌方 撕逼的过程放在网上 要说合作有些纠纷也正常 但坎爷 直接把阿迪董事会的16名成员 挂出来推特赏 这太不给人面子了吧 还要求加入阿迪董事会 再逼一逼一句 2020年 坎爷和GAP合作 监控没两年 又撕逼了 他又在微博上 控诉人家 这一来二去 不就有流量了吗 这么多吃瓜群众 肯定有人买鞋呀 嘿嘿嘿 第六步 这件营销好手 坎爷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广告人 这让我特别的自愧不如 M&A的时候 很多媒体关注 这热度 极有不蹭的道理 坎爷 拉了一辆装甲车 担着一千双 被发售的椰子鞋 来给富老乡亲 送福利了 但这鞋 并不是摆动的 就要用你脚上的鞋 来换 富老乡亲的一听 赶紧上啊 很多穿着 限量摆耐克鞋的人 也来参与了 粉送耐克 换阿迪多有血统 这个画面被媒体拍下来 放到网上 就火了 坎爷花了很少的钱 就给自己打了个广告 坎爷开全球快闪电 也要搞点 不一样 这个快闪电呢 并不会告诉你位置 只有在距离 开始24小时的时候 才会公布 而且这个卖衣服的现场 就像垃圾厂一样 需要自己 在垃圾堆里捡衣服 体验捡垃圾的感觉 店员也完全不会搭理你 坎爷说 这叫艺术 引来了很多网友和媒体的抨击 然后坎爷再回应一番 媒体再抨击 这一来而去 流量不就有了吗 现在这个时代 流量就是钱啊 啊啊啊 最起步 配货制度 为了更好地赚钱 坎爷写取了爱马仕 搞起了配货 姨子你不如改名叫爱耶氏吧 2021年 他推出了一张专辑 配上了一款 无限涨上音乐装置 售价200刀 但当时呢 你不买这个装置 还是可以在流媒体上 正常充的 然后坎爷一看 没有多少人买呀 怎么办呢 他在第二年 又发行了一张专辑 这次 如果你想听这个专辑 必须先花200美金 买这个无限音乐装置 还能这么捞钱 有啥不能抵 叶子鞋成功之后 坎爷又开始做衣服 这种风格怎么形容呢 就像是 乞丐中比较富裕的 为了更好地卖衣服 坎爷把衣服和鞋子 打包一起卖 所以在第六季发售的时候呢 坎爷用了配货制度 如果你要买200美金的 叶子五代 你要先买500美金的衣服 这个配货比例 比安马仕都高了吧 对 第八部 啥都能卖 坎爷发挥了 一切能卖的 我都要卖精神 比如说一般 纽约时装周走秀 这种门票呢 大家是不卖的 但是坎爷不 我就卖 还当着Vogue主编 安娜芬托尔的面 大张气鬼卖 坎爷曾经在前两年啊 竞选过美国总统 但是最后结果肯定是失败了 毕竟你没法想象 卡来山当第一夫人 感觉这个国家要灭亡了 坎爷在竞选的时候 也不忘了捞钱啊 又是美金的帽子 200美金的帽衫 才一天 就穿了580万 坎爷知道自己肯定选不上 于是干脆就打了个广告 如果我选上了 成立了椰子供货锅 就给大家每个人 发一双椰子 你看又给自己 蹭了一波流量 现在坎爷的粉丝 也学会了他的赚钱之道 有一个粉丝 从坎爷的演唱会上 打包了一门空气 在eBay上 拍出了整整 5万人民币的高价 都说粉丝 随偶像 还是坎爷 他也会赚钱了 我是茶茶 拜拜 你好吗 谁谁你